我是个工作狂 这个我必须得肯定 就是我们家条件挺一般的 然后供我上学挺不容易的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 还欠了钱了 所以我必须一边念书 一边把这钱还了 然后我父母 我就是一看他们会挺心酸的 我觉得他们为我付出特别多 我就想多回报他们一点 所以我特别贫心 吉彦男 27岁 天津人 天津青工职业基础学院 影视动画专业 12位老板好 在场观众好 主持人好 推荐人好 我叫吉彦男 来自天津 毕业于天津青工学院 影视动画专业 现在是一位淘宝店主 兼微商 今天来到费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 线上或线下运营管理类工作 或者老板认为我能胜任的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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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彦男 大家看这个 上台这个台风 非常的沉稳 然后他自己呢 做淘宝店 还有微商 微商的时候 做到三百多个 下面的代理 收入也还是不错的 不过呢 这个彦男 现在结婚了 所以呢 他想有一个更稳定的工作 所以 祝你的婚姻幸福 家庭美满 我推荐你 谢谢 谢谢 这个 结了婚以后 对于家庭的责任重大 是吧 所以要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也是平台 也是很重要 那今天你要换工作 不做微商了 是吧 可以做 也还是可以做 可以做 那先说说 你之前你自己做的怎么样吧 做的 现在已经两栏罐了 快到三栏罐了 这样子 做什么呀 主要做内衣产品 那你有什么特色呢 使你做的这么好 首先是这样子的 我特别关注的是 店铺的装修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进来的人 也会可以留住的 然后其次 我特别关注于 这个爆款的打造 我们随便说 一个爆款的类型 我们来听一下 怎么做的好不好 就比如说 夏季的超薄款的文胸 然后我会给它起名字 包油 浅色 光面 超薄 超薄 蕾丝 蕾丝 这说给男人听的 是 调整形 调整形 对 聚拢 聚拢 可是你这也不是标题 你说的是关键词 是吧 那这几个字 是不是在网上 大家伙都这么用 还是你创新的 我也会关注 其他人都会起什么名字 最爆的那款 卖的怎么样 最爆那款 月月销量 就是五六千的样子 一个月五六千 都是男生买 还是女生买 这个我还真关注过 这男的跟你聊都怎么聊呢 买这个 还是这样子的 亲 你好 你好 你好亲 亲你好 你好亲 你们店里 哪一款内衣 最性感 然后我就 我就给他列举一下 然后 亲你看看 这几款 相对于其他款式来说 更加的性感 然后在这几款里面 您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 他说 我就想要性感的内衣 我买给女朋友 当做生日礼物 然后 我说 那好 那我给您推荐 那好 那您是什么 您女朋友是什么 尺码照碑的 您清楚吗 哎呦 这个我不清楚 我告诉他 那我交给您 去翻一下衣橱吧 那衣上面都会有一个标 然后呢 你念给我听 如果他发一张 他女朋友的 就穿着正常衣服的照片 让你判断 你能判断 能判断个大概 但是不够精准 因为他要穿 你眼睛有这么堵啊 还好啦 后面是做微商 微商也是做内衣产品 嗯 微商做得怎么样 有多少个代理商 销量怎么样 300来个 销量怎么样 下面的代理 然后销量很稳定 那你在做微商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诀窍没有 比如什么时候刷朋友圈 什么时候应该推出 什么样的信息 有 你给我们说一下 这个诀窍好吗 首先第一点 我是需要的是好的货源 质量的保证 我是亲自到厂家去看货的 其次 我的所有的代理吧 80%都是来自于淘宝爆款的引流 其余的剩下的这些人呢 都是我的老客户转变的 我的代理 然后第三点呢 我是给代理分级这个培训的 你给他们亲自做培训 我会教给他们朋友圈的打造方法 怎么打造 发布每条消息的这个时间 一定要掌握好 首先这个咱们先说一下 这个每个人的朋友圈是不同的 他的人群是不同的 比如说学生党跟上班族又是不同的 学生一般是什么时候 学生一般都是晚上八九点之后 家庭主妇呢 家庭主妇一般早上起来七点多 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 然后晚上七点到十点之间 然后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职场白领呢 职场白领一般就是中午期间和晚上的这点时间 然后就是这个发布的这个消息 我要求软文跟图片一定要编辑得当 比如说你说一段软文我听一下 最新你说的 我会打一些比较好看的符号 比如说四个小蝴蝶结 然后就是那个摇滚无痕 然后摇滚无痕 摇滚是一种风格 无痕 然后内衣上心 然后四个小蝴蝶结 然后底下就会写一下它的这个内衣的功能 比如说四排扣 短短几分钟的这个交流 以及能够感受到这个女孩 尽管没有相对规范的职业的经历 但是呢 她的专业度已经体现出来了 真的淘宝店主也是行行出状元 非常的不错 你这样一年挣多少钱 一百多万吧 流水 净利润大概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 三四十万吗 对 但是你今天来求职 那你要求薪水多高呢 月十K加 那有这个行业的限制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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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点吗 必须在天津 为什么 老公在天津 因为我成家了 那个夜南 你听起来好像你原来的输入很高 但其实是完全两码事 对吧 你做的是职场某一个环节的一个岗位 对吧 你原来是自己做生意的两码事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夜南他要这个工资的 主要还是基于他之前的淘宝和微商的经验 他实际上他是希望将来在一个公司里面 就是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管理一个团队 去玩那个微商和 就最好还是做电商类的 是吧 因为如果说突离这块的话 但你必须要说清楚 你一直含含糊糊在这一块 你到底有没有行业倾向 我偏互联网行业跟传统型 我觉得我都有兴趣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力 还有十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如果说我们现场有一位女生 也要购买内衣 你跟她的对话大概会是怎样呢 我们请郝颖来示范一下 郝颖 现在你们正在电脑桌前 你现在已经进入到的淘宝店铺 你要买她的最爆款 亲 您好 亲 您好 我朋友给我的一个你们家的链接 说你们家内衣挺骗了呢 但是我从来不在淘宝上买内衣 你们家内衣有什么适合我的 亲 您想要调整型还是无钢圈型 舒适型 那就是无钢圈型的 那您的尺码是什么 但无钢圈型它能性感吗 超性感 那你们家性感的内衣 除了有钢圈和没钢圈 从材质上有什么 我们家的内衣是直立棉 穿上之后塑形效果比较好 并且透气健康 但棉内衣不性感啊 一般性感的不都得是蕾丝的 蕾丝的也有 但是您不是想要无钢圈型的吗 无钢圈最近的新的款式 都是这种无痕类型 款式十分的性感 上身之后塑形效果特别棒 对 你们家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款 就是又适合运动的 然后又适合晚宴的 又适合职场的 那亲爱的 那要买三件 那您需要买三款 您看您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没法试啊 我怎么知道它的大小合不合适啊 亲爱的 那您身边有软齿吗 有软齿 那您量一下吧 上围和下围分别报给我就可以了 上围和上围87 下围呢 78 下围没量过 对 就78吧 那您应该穿的是80A杯 所以你的感受 就是觉得还挺舒服的 它不是那种强买强卖型的 就是它不会刻意的一定要让你买什么 它是更加在意用户的体验感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好 但是你看 它其实它一开始就说了 它的需要的客户的需求是要性感性的 然后你所有的导向一会儿又出了直眠 一会儿又钢圈 无钢圈 其实用当客户已经直接表输出来我的清晰的需求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围要着它的需求打下去呢 客户要求的是无钢圈舒适型 所以说我要先把他要求的这个舒适摆在第一位 然后我再去跟他说风格 他先说了性感这个需求 你引导他说出了无钢圈舒适型 其实是不对的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倒是觉得他回答的是对的 我们任何一个人买东西的时候 它一定不会是仅仅一个维度 特别是这样贴身的 而且和身体上面有密切接触的这样的部位的用品 一定是多维度的 如果说我需要的话 我从你的这种表达当中 我会更加信任 我会觉得他更加贴切一点这样的人 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两年做微商 做电商 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 在未来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样 我觉得淘宝客服这块还是挺重要的 你有没有碰到过客人退货的这种情形 应该经常吧 有 那你可不可以让好影价 假设刚才买了你那胸罩 结果他用完了 晚宴参加完了他要退 来吧 客服 亲 您好 我要退货 我觉得你们这个穿上不具形 而且洗了一水之后 就已经垮了 起球了 没法穿了 那么贵 亲 咱家的内衣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我请问您一下 您是机洗还是手洗 我手洗的 我手都洗烂了 那亲爱的 您现在就是要退货是吗 对 那您就退吧 说实话像是这种客户 我一般都是给退的 首先我碰到这种客户比较少 但是如果碰到的话 我也是给退的 因为是这样子的淘宝的这个 说实话 我觉得淘宝有一点点对卖家不太公平 他如果是 差评 对 我现在其实只想看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你最终肯定给退 要不然差评你解决不了 你得求着他 我们就只想知道过程 你有什么办法挽回 你不能这么干脆就说 那好 我给你退吧 因为游戏规则造成的 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嘎巴催 就直接就应了 全部都是退货的吗 没有不退的 有一些客户是比较 说实话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亲民的吧 因为你看你讲的现在什么换一件 推荐别的款一概没说 我都特纳闷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客户比如说 亲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太好 不太喜欢 那我说 那亲爱的 那您喜欢什么风格吗 或者是我再重新给您推荐一件 那您退回来 我把这件您喜欢的 我给您寄回去 是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客户说 哎呀 要不那个 你给我退了吧 我说亲爱的 您看您都穿了 这样行吗 我退给您20块钱 您当做补偿 然后呢 我也给您一个带金券 您下次购物 也能照样得到实惠 其实我觉得面试到现在 有两个结论 一个是你其实是一个好的微商 或者说好的淘宝店主 但是不是一个好的 互联网的运营人员 第二个问题 你的就业的位置限制了 您只能在天津 其实今天厂上 我估计只有两件 就是函树跟那个通灵 可能会招你 因为这个不受低于限制 其他人几乎都不太可能 因为像我们总部在北京 对不对 其实你给我们的限制有点多 说实在乎 你是可以继续在那块 做你的事情 还是你希望到一个正规的职场 天天要跟大家泡在一起 朝九晚五 朝九晚五的生活状态 你是希望哪一种 我希望后者 那就是说你如果朝九晚五的话 等于是你要抛开 过去你所有的 微商这个环节 对不对 那你所积累的这些才华 你要要一万块钱的话 你就应该向我们证实 我超越于微商 叶南因为他本人是做电商和微商出身的 那是他的特长 他并不擅长一个跨界和平台的整个能力 目前他不具备 所以我们最后确定两点 第一 一万的薪酬要不要做调整 不调整 天津的位置要不要调整 不调整 好吧 一万元是固定工资是吧 一万元是底薪吗 对 底薪 这个咱们得客观 你可能没在那个公司工作很久 就是其实你这个背景 我觉得六千到八千的起薪 可能相对比较合理一些 咱们得现实一点 那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要事业 还是要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肯定会有所权衡 是我一直没绕明白的 就是说你完全要不加入一个大的微商团队 我把这事做大继续赚钱 你要到了企业 其实你过去所有的积累 在刚才说的企业 你都要不到这份工资的 所以我现在没听明白的是 你现在在做微商中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想知道 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 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和收入 然后到一个企业去入职 其实我也有疑问 结婚不影响你的微商发展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特别想过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 因为我做这个淘宝卫生 我几乎就真的是零休息 平时我没有六日 我老公叫我看一下电视 你看一下这电视不错 我告诉他我看不了 我要干活 他挣钱多难呢 这个我能理解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在南京 原来是个模特 后来干上这个淘宝做女装 真的是没有休息日 你要想保证那个销量 他也一年做一两百万 太难了 大量的运营他要天天看镜品 他自己要付出大量时间 作为店主 对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这个规模的店主 不过我觉得其实他的这样一个 期望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加入一家 这个电商的行业的公司 然后他对这种运营 他的经验是 我觉得一万家的这样一个 价位应该也是OK的 这样 刚才你说你以前的日子 每天是几乎没有休息 没有娱乐 也谈不上生活的质量 那你现在想憧憬的生活 是怎样的 我喜欢 我憧憬的是张弛有度 然后生活充实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但是如果你想要 过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 那你现在你跨入到企业当中 你肯定起点要重新调整 就像刚才所说的 一万有点高了 但你又不愿意放弃 我宁兰这样 我觉得你到企业做 比如电商类的 它跟销售额相关 它的绩效 其实你的底薪可以要低 对啊 你底薪可以要低一点 因为真正好的销售额 是不靠底薪挣钱的 对啊 对吧 要不要做调整 你加底薪可能又是两三万 不要 第二轮选择去后了一会儿 怎么这么执着啊 还有四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尹峰开始 亮兰 其实我特别喜欢你 也很欣赏你 而且我觉得CAPG 现在是有足够这样的岗位 来适合你的 给你留的岗位是 北京的市场部的互联网运营 来 东军 一个就是我们 通灵珠宝蓝色火焰 专卖店 在天津的运营管理 第二个岗位呢 就是我们 乐朗葡萄酒的微商 我想你的这些经验 可以为我们分享 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微商 来销售我们的 法国乐朗葡萄酒 好 加油 我给你提供的 就是我们PVGO 校园培训师这样的岗位 现在实际上 我们也在做 滤金所 是做互联网金融的 所以我希望你呢 到我们这儿之后呢 就在这些方面呢 特别是在微商 还有在淘宝 这个线上线下的销售 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工作地点 就是在天津 来 考虑一下 灭掉良善 留下良善 去吧 有请梅向荣 沈东军 谈前不上感情 好 请写下你们的新手 请揭晓 一万 一万 如你所愿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沈总 我将来的这个方向会是什么 如果在我们通灵珠宝的 专卖店管理呢 那你将来可能会成为 天津的城市经理 因为我们在天津会有 很多的专卖店 那我现在入职是什么职位 入职是我们的运营管理人员 好 我问一下云科的老板 线上线下的运营主管 就是微商的主管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好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我选择通灵珠宝 我觉得比较喜欢珠宝这个行业 然后主要是它满足我在天津的要求 然后薪资的要求 然后我对线下运营会有一定的兴趣